升降式前鏡頭讓6.5吋螢幕 屏占比逼近百分之百 但就在Note 10發表之際 三星第二季盈利縮水56% 還有這個難關 被日本切斷了原料 三星的整個記憶體 電視還有手機 這幾個部分沒有辦法出貨 這可不是違言聳聽 因為南韓大廠像是三星 SK海力士 材料庫存一般只構成 一個月 但日本出口審查 一般需要三個月的時間 最慘將是被迫停工 韓國的一個政府 也開始會積極發展 所謂的一個半導體 不管是在半導體材料 或者是半導體的設備 南韓挽救局勢 想推關鍵技術國產化 但看看數據可能嗎 南韓多依賴日本 從10顆晶片的高純度氛化氫 倒用來製造OLED螢幕的 伏具西亞胺光阻劑 高達9成仰賴日本進口 甚至除了半導體原料之外 南韓的半導體機台 也有8成仰賴進口 中端的一個應用市場 包括的智慧型手機 PC或者是消費性電子 它的一個出貨 會受到阻礙 日韓廝殺 倒是經濟部很樂觀 看好有轉單潮 像南亞科 華邦店 旺宏都有旺 漁翁得利 台灣的機體非常多都是美光的供應鏈 這時候美光會受惠 那受惠之後連帶的會帶動台灣的這些機體 然而情況是議題兩面 業界憂心 若缺乏南韓記憶體與面板支援 恐怕讓新iPhone量產不順 拖累鴻海 核碩等組裝廠 五日紅海股價漲0.64% 收78.2元 核碩則是漲0.73% 來到55.1元 東森財經新聞 劉志張博翔 台北採訪報導